总统蓝白盒虽然破局 不过两党区域立委部分依旧是保持合作关系 像是今天上午民众党立委候选人李友宜 合体了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孟凯跟游淑慧一同扫街 互相拉抬审视 大家都回回回 经望每一双支持的双手力拼连任新北第一选区的国民党立委侯孟凯 和北市立委候选人游淑慧 来到卢州水流公市长合体新北第二选区的民众党立委候选人李友宜 李友宜 邮淑慧 邮淑慧 洪孟凯 洪孟凯 尽管蓝白母鸡合作破局 不过对于小鸡而言拼胜选抢流量有曝光最重要 在立法院可以讲在地方可以做服务 八宝州要送给我们这两位的候选人 由于日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将洪孟凯比喻为八宝犯可以问证 也可以耕耘地方面面俱到 因此洪孟凯也赠予李友宜 邮淑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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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盼两人当选也能成为全能型立法委员 我们的原则是很清楚的 只要是国民党没有提名的区域 我们就支持民众党的立委 高层来询问和报备过 我们的党高层是非常乐见其成 继台中选区国民党力挺蔡壁如之后 新北又出现蓝白河示范区 选专倒数不到四十天 洪孟凯 邮淑慧 李友宜三人对手都很强 为求胜选 合起来才能赢 最重要 记得三位杨华 新北去参谋道